在中国民间道教很新生 道教里都有福咒 画福念咒 有很多小的病痛 福咒能治很灵 那个灵的秘诀 了凡四季里头 有 有数 怎样才灵呢 画这一道符 这个必须下去 到一道符画完成 没有一个忘念 这个符就灵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念这个咒也是的 这个咒念完之后 里面没有一个忘念 没有一个忘想 这咒就灵 所以咒 越长 力量就越大 为什么 你那个定功越长 时间越长 它效果就大 最短的咒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咒语 没翻译 那么阿弥陀佛说 如果是一身的力量小 是身的力量大了 一本身的力量就更大了 阿弥陀佛 用神念法 管用 里面砸着妄想就不管用 你就把它破坏了 所以说原理是一个 真正 真正懂得原理 那念经管不管用 当然管用 念经 里面也是没有一个忘念 这个金 能处再还 这就是 世尊所说的 智行一处 无私不办 我们用金 用舟 用福 这些做工具 目的呢 目的是智行一处 真能解决问题 随秘宙 与此方 与中口 要道教的 这些画幅念咒的方法 相似 这陈宇宙